时间很快来到了2015年11月11日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更名为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更改为了股份制有限公司 米哈游的创始人之一蔡浩宇担任董事长 就在这个时间国内的另一款时代手游 王者荣耀问世 王者荣耀的出现让无数游戏厂家不知所措 有盲目的 有模仿王者的 有想避开王者的锋芒的 也有同类的猫把手游想迅速捞金球自保的 但是米哈游不慌不忙的开发着自己的新游戏 崩坏学员3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来到了2016年10月14日 崩坏学员3全平台公测 崩坏学员3一惊问世 像这种画质的3D游戏 还有那沉浸式的剧情美工 再加上完美的打击感音效配乐 让国内玩家都是大吃一惊 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运营 在2016年几乎80%的手游 都是各种内购VIP等课金的玩法 崩坏3如此高质量的游戏 下载免费 游戏内无任何的强制购买 即便你不把它当成个网络手游来玩 你也可以不花一分钱 体验到一个单机大作的全部内容 在我们现在来看崩坏学员3 你还有更注重的是 给予游戏内角色更加人性化的设定 给予每个角色生命性格 再带上剧情的代入 让玩家们喜欢上这个角色 再去花钱购买这个角色 让你有欲望去拥有这个角色 这个运营模式远比那些VIP内构 让玩家们更容易接受 鸡子阿姨 我要成为最强的女武神 Zenna Zenna 开起头 去去前进吧 去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变成你所期望的样子